大家好,我是中堅林彈堂先生 我们公司以情真志的态度 为你提供极致服务助理融入大湾区生活 我们中堅地产全城专任为你提供贴心专业服务 助理获取大湾区第一手资讯 我们用诚信换取大家的信心 以优质的服务 帮助大家安心置业大湾区 投资大湾区物业 首选中堅地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景观很漂亮的楼盘 招商医云水岸 今天我们找到发展商超兽 阿彪和你介绍阿彪你好 你好 他现在未有新货加推 是的 我们现在推出了我们二期的八座这一栋 可以说是我们的楼王 前面正对我们的湿地公园 所以景观也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刚好 以及我们正在做年中的促销优惠 促销优惠 所以现在我们的八座价钱也是非常低 即是今天才推出特价? 没错 刚刚才推出特价 稍后我会把特价单位给你 因为今天收到风 又有优惠加上 现在这个伴手续是否方便了呢? 如果香港人买的话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减化了流程 所以香港客户在我们现在的楼盘买的话 亦是不需要过来 都可以直接通过一个竞签合同 那就和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之前也有提过 简单和他介绍一下 有区位和砂盘情况 好的 可以的 稍后和你介绍这边 现在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区位数字的位置 首先中间这里就是我们的 伊云水岸的项目 可以看到我们是位于 岩慶新区核心双圈的一个中心位 首先我们这边交通会非常便利 我们三到四分钟 就可以直达岩慶新区高速速后 六到八分钟 沿着吉兴大道 就可以直达岩慶东站 现在岩慶东站 坐高铁就非常方便 香港那边就有高铁过来我们这边 所以后期交通都会非常便利 看看我们项目周边的一个配套 我们项目西边这边就是新区管委会 这个是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包括下面商务中心 下面旅游一行板块 分别有三室马区的沿洋湖 以及关居西部沿洋湖的 我们项目东北侧一路之隔 就是新区中心博校 现在是兆庆这边新区的 可以说是第一间公办重点博校 所以我们后期的 家门口就是这个名后 小朋友上学也非常方便 还有就是中国文商 广东学能总部 以及启迪环保科技等等 这里还有三个大型商业中物体 亦都只需要步行十到十五分钟的距离 所以后期周边所有的一个配套 行政、医疗、体育、商业务、学校等配套 都是围绕我们项目周边一公里的范围以内 所以这些配套是非常齐全 后期在这边的居住的话 生活亦都是非常便利的 而景观方面我们项目 现在就在这个长律湖的一个北侧 所以我们是南向望湖 包括我们的高楼层 可以直望现游湖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南向望湖的 而且我们项目下楼就是湿地公园 整个湿地公园是环绕着我们的项目 就相当我们的项目 住在湿地公园内 所以整个景观资源亦都非常丰富 现在我们就在7座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销售中心 可以看到熊线这个范围 就是我们城的小区的一个范围 我们这个小区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上边是北侧 这边望湖门这个方向就是南面 正南向 这边西边分别有冠委会 中山三院 商务中心 和以后市占大楼 阳阳湖的边上还有两管一宫 分别是档案馆 文化馆 和清少年宫 这个就是以后树映市文化中心 我们项目的东南側 这边就有三到五分钟 分别可以到这个新区的太阳中心 168米的观光塔 和这个是我们的喜利登商务酒店 这个是一个五星级酒店 现在的话包括我们新海太阳中心 已经是在18年举行这个手腕会之后 现在每年都会有些大型的比赛 或者是演唱会 都会在这边举行的 我们这边步行到太阳中心 其实都很方便了 3到5分钟 我们项目北侧这边一路之隔 就有新区中心小学 现在新区中心小学 今年九月份已经正式开学了 它是一个公办的重点学校 所以我们后期这边的话 小朋友在这边上学 也是会非常之方便的 看看我们项目这边 我们项目现在分二期开发 现在二期的第一栋八座 已经是上一个星期刚刚推出了 现在这个八座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 刚才我们看过小积的九二七方 前面这两个就是小面积的正南朝向 正对我们下面的湿地公园 我们项目包括东南侧 南侧和西南侧这边 其实都是整个公园环绕着我们项目 而项目正南向这边 前面除了有长律湖 还有一个远景的话 我们都可以看到阳阳湖这个方向 阳阳湖在我们项目的正南向 所以我们现在八座 因为八座是33层的 但我们小区前面第一排是14层 第二排是18层 第三排是33层 整个南低北高的小区的一个布局 建筑牌布 但八栋位置很漂亮 真的没有遮挡的 是的 我们八座前面是这样的 01 壶形 中间可能景观没有那么好 所以都会少些人选 而02 壶形我们都是单边位 在东南侧 都是看湿地公园 包括棺杆塔这边 高层的住户都可以看回这边的湖景 以及沙滩公园的景观 其实夜景也是非常漂亮的 是的 我们的项目 现在八座在这里 其实楼下即使是低楼上也好 其实景观也不会差 因为前面是没有建筑物的 前面两个是97层的 最单边的是122 是的 中间那个没有那么漂亮 是的 这个是122 单边位在东南侧 所以那边的彩杆也是特别好 而前面正对97层的两个壶形 其实就看了整个湿地公园 所以我们刚才去兜 我们一会儿就可以带他们去兜 即是八栋的 左栋是吗 正在买的 除了八座 我们现在还有12座 这里 中间柳王 因为我们一会儿都可以去看这个模型 我们一会儿都可以去看这个实地的板房 这里属于一个西南位 是的 但是景观可以看外面整个公园和湖景 因为前面十六十七十八这三排 就是我们一个别墅来的 别墅来的 所以它只得两层 它的高度只得两层 所以我们去到五六楼以上 其实都可以看到湖景 这个是123平方的 是 123平方 123平方 它前面就看回湖景 后面都可以看回我们里面的一个中央花园 小区内园 是的 包括我们的一个泳池 那些都可以看到 即是现在卖八栋12多 是的 十二座就是柳王 四边都是我们的一个园林 那边有一个细沙盆 要不要看 我去看 现在我们前面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小区 建好之后 按照1比250 缩细版的一个模型 现在我们在售 刚刚推出来 就是这个八座 这个我们的柳王 亦都和十二座 就是刚才说的那一栋 那我们现在八座 它就有两梯四户 就是零三零四 是 这边零三零四 这边是湿地公园 是 下面是湿地公园 所以我们前面是正对湿地公园 是没有任何遮挡的 是的 我可以给你看回整个行拍 这个图就是早期拍的 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是这个位 前面出来的就是湿地公园 前面出来的就是湿地公园 包括这边的话 还有我们一个是太中心 公干塔 和五星级酒店 就是这个范围 都挺漂亮的 这些景观 所以后期景观 其实这个图可以在那地方 OK 接着还有十二座 还有我们这个十二座 这里就是我们有一个一百二十三方 都是一个柳王的户型 一个金牌的户型 那这只户型的话 它就有一个跟我们刚才的一百二十二区别 它多了一个方 但是它是有南北桑阳台 而且前面的话 南向的阳台是大阳台来的 就是这个大阳台来的 是的 就是十二栋 这个大阳台 这个大阳台 大阳台的话就看回湖景 后边还有一个小的山户阳台 这边看到湖景 对了 这边的湖景可以看小 因为前面的话就是对镇墨墟 就是十二栋大单位 大单位 八栋是刚刚推的 是的 现在有实景的前方单位 是的 都是实景的 我们上去看看 我们可以直接上去看看 唐先生 我这边先和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八座的一个户型 我现在八座就是两梯四户 两梯四户 我们现在就在电梯间这边 我们前面 正南向的两个九十七方的小户型 即是零三零四 是零三零四九十七方 两个户型是一样的 左右对称 现在实地先带你看 我们分别是零一和零二 一百二十一方和一百二十二方的实地版绑 好 首先我们看看零一户型的一百二十一方 就是这一只户型 我们这一只户型 就是去到三加一四房 两厅两位商阳台 一个南不对楼的户型 我们可以进一边看看 刚才这边请 到时是无坯交楼的 到时是无坯交楼 到时是无坯交楼 首先进来我们这只户型 这里会有个入固悬关位 都是预留了 到时可以给我们做一些 鞋柜 收纳之类的 到时自己设计 对了 都会比较方便实用 还有右手边 这里就会有一个小书房 书房 都是数码半面积的 这个书房是实际面积来的 因为我们到时的话 八座都会和这里一样的交楼标准 对了 会帮我们做这个窗封了 这边是一个小房 对了 送的房间是哪里 这个的话就是阳台 主要是阳台 南側阳台会送的 一个层送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客厅和餐厅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就是属于一个南电的方向 这边就是餐厅 旁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厨房 都很凉爽 现在我们可以在现场感受到 我们的三楼 其实通门采缸都很漂亮 对了都比较通透 还有我们八座的话到时 在这个阳台看下 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对了 前面是没有任何楼遮挡的 所以警官到时的视线都会比较开阔 这边可以放一个洗衣机 放杂物 对了没错 对了 那后边那里也会客厅出来 都会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我们就是主阳台 就是封闭阳台 对了 在我们的八座那边 这个阳台 后面看下就是我们的花园 和前面那个我们后面的商业街 对了 那楼下到时商业街 亦都购物的话都会比较方便 就是这边是北边 是这边属于北侧 对了 那到时这边同样是交标来的 就是会帮你做回 就是帮你封闭阳台 没错没错 而且是那些隔音玻璃 就是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零一户型 零一户型 对了 我们看看厨房 厨房这边的话 我们是夹着我们的餐厅 可以看到我们的厨房 都是非常之实用的了 那现在是 这里可以放一个大冰箱 对了 这里可以放一个大冰箱 那同时这边的话 到时会比较彩光 有一个窗外设计 但我们可以进去 看看我们的三间房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公共维生间 那里面的话 我们都做了一个干湿的分离 这个下次 我想去看看 看主人房先 这边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我们的主人房的话 其实都是正南朝向 而且前面的视线 其实特别去到我们的中高层 是可以正望到燕阳湖的方向 燕阳湖 是的 我们现在前面可以看到 洛桥那里 三个塔吊的位置 那里已经就是燕阳湖的方向 就是我们看看 这个就是前面的网控桥 是的 走去看看 是 看不在 这个位置就是 它洛桥是否看得更加前些 因为它在前面 因为我们的8座比6座更靠南边 而且前面 就是 我和各位观众说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是多少座 现在是6座 现在我们在看这个位置看过去 它卖是8座 这个1座 是这样看过去 是的 就好很多了 就是前面一个网控桥 看出去就是一个燕阳湖公园 湿地公园 是 就是那三个塔吊 已经在燕阳湖的范围 所以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 那是不是泳池来的 是 前面我们的那个 封印联楼旁边的就是泳池 现在 和我们的主人房 都带上衣帽间 和我们的那个 洗手间的主套 入边都可以过来看看 这边 洗手间同样就有光速分离 这个总价大概多少钱呢 这一只户型的话 我们围回到的单价 首先和我们说单价 围回到都是在7000多 和8000多为主 7000多到8000多 是 7000多和8000多 主要的分布价钱区间 都在这里 低楼层的话 有部份是有6字头 6字头也有 是 但是量比较少 就是一般 低少少的楼层 就贵一些 矮的楼层就便宜 没错 它是楼层越高越贵 但是价钱拉差不是很大 比如说上下楼之间 波动的幅度 可能是50元左右 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户型 还有两个 是否还有两个 是否还有两个更漂亮的 是 就是景观更漂亮的 没错 这只户型的话 其实景观也不差 因为它包括这两间房 其实到时都可以看到一个湿地公园 这个便是客房 看招商 看景观更漂亮 现在我们看到前面这个 就是我们的灵异户型 122方 这一只户型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 3加1 4房 还有两个卫生间 这个户型 比刚才的户型 就会少一个阳台 南边的话 就会有阳台 北侧这边 就是一个Q窗 即是这个02户型 是单边位 是单边位 所以它采光会特别好 而且你可以在户型图里看到 我们这只户型的话 它虽然说少一个阳台 但是这个户型会特别好用 而且它所有房间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飘窗是直落的 所以它采光面是特别多 任何一间房 无论主人房 刺卧 还是我们的客房 都好 全部都是大飘窗 这个是不是景观比较漂亮 是 这个景观比较漂亮 而且它朝向是东南朝向 重点我们一定要买些美景的 是吧 这个令人单边位 可能就会漂亮一点 入到你都可以贩柜 对了 都是一个玄关位 这边的位置就是厨房 厨房都够用 这个厨房都会大一点 对了 开间桌前 而且的话是朝向南边 所以彩光都会特别好 就是到时这边都会看到 对 都会看到景观 前边正对就是湿地公园 高层其实都可以看到沙滩公园 沙滩公园 即是湿尼河 对 对 对 这边就是我们的书房 这个书房 或者到时都可以做一个工人房 都可以用得到 这裏做西房 对了 我们可以看外面 这边是南边 对了 我们现在客厅对出的阶桌 这边就是属于东南朝向 对了 我们现在就在六座的位置 其实我们实际在卖的 现在八座就是我们前面正对 就是这个 是前面那一栋 所以八座前边的话 对出就是全部湿地公园 即是八座的另一 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户 就是这个位置 是的 没错 单边位 直至望出去就没有遮挡 是 包括现在这边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到时的观光塔 在八座其实会看到一个观光塔上来 即是现在我们这个位置看不到 八座其实可以看到 包括旁边这边 就是那个湿地景观商务酒店 现在就起雷灯已经进驻了 就是起雷灯一个五星金酒店 现在内部正在装修 那酒店和这个观光塔中间这个位置 隔着一条河就是这个 长离沙滩公园 现在已经看好了 并且已经开放了 包括晚上的夜景都会非常丽 我们都拍了个黄码给大家欣赏一下 是 即是八栋是柳黄来的 是 122 是 刚刚说这个是整个望 整个新区 是 长离河山 西维公园 是 主要的配套都看得到 观光塔 看到河景 即是有几个景观 是 没错了 这个阳台又看一看 这个阳台都是去到四米多的开间 其实这边可以放个饮茶的 是 聊天 里边 这边是餐厅 包括我们餐厅 这边都是有一个飘窗的 是 坐在那里吃饭 到时可以看看如何设计 现在很多的桌子可以收回用 南北通 南北对流 即是现在需要有三楼 但是那些彩缸都挺漂亮 是 主人房和这边的房子 其实你可以再看 这个就是 是否有灯 这个是下次 是 这个下次 其实都是 都够光芒了 因为没有开灯 没有开灯 现在我们三楼都够光芒了 这样就 可以出来 哪个主人房 这个 这个是吗 是 我们先看主人房 这边是我们的主人房 可能这边弄的 没关系 虽然没有灯 是 但也不影响到这些通风彩缸 即是现在卖就是前面那栋 没错 那八栋的零二主人房 都是没有遮挡的 是 还有我们这一只戶型的主人房 旁边可以站在那位置 我们看正南边那边 其实都可以看到燕阳湖 你现在看那边的桥 那里 光芒桥 下来三个塔尿的位置 就已经是 这个位置 已经是燕阳湖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的楼场 回到 又回到 十几十楼以上 是 新区包括两贯一宫 包括我们酒店 包括燕阳湖 方向 全部都可以看 反而白洞才是漂亮 之前 反而入面的没有那么漂亮 这个才漂亮 是 没错 就是注意河景 整个望新区 户景的朋友 没错 这个叫招商医魂水岸 一定会满足到你 这边还有我们的衣帽间 和洗手间 这个衣帽间 是 它连厕所都可以看 是 没错 厕所上面的景都会很漂亮 即是它基本上都是南边多 全部都是望 这个河景 景观都在南边 是 全部都望这边 没错 这个会贵一点 这只戶型回审是贵一点 是 因为这边是单边位 是 而且是东南朝向财位 这个单价位 总价大概多少钱 这边的话 单价位回到 都是七千多到八千多 但是比刚才那只户型 首尾会贵了几百元 正常 五六百元一方楼 跟楼层来说 都是七千多八千元 是 总价八千多元 要回到九十 九十多万 九十左右 要看楼层 看楼层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 是我们的次货 可以看到 很大这间房 也很阔 真的不知道 以为是小样房 因为够大 这个房子 去到四米开间 而且它是南北对楼 好厉害 这个房间 你可以看这边 我们买到一些漂亮的房子 不单是自己享受 朋友住这间房子 挺好舒服 这边一定是望到竞工 这边都是望到湿地公园 以及望到沙坂公园的方向 即是八栋 如果是望到前面是没有遮挡的 是的 这边又有一个很大的飘窗 是的 彩缸会特别好 其实很多人看过这只户型 还有这间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可以看到 其实这间房子都去到九方 九方左右 其实四个房子 基本上大部分 都望到那个景观 景观为主 是的 好 去看回这个户型 其实说真的 它虽然说少了一个阳台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户型 居住下来的舒适度 景观朝向各方面 都会更加之好的 是的 即是八座的四房 这只可以说是景观 最利用的 是的 我们之前都很关注 焦中央水岸 是不是 它很难得推翻 这些直接望到景观 所以景观的朋友 八栋呢 现在货多不多 现在选入性多不多 现在八座剩的话 都还几多 因为我们是刚刚推出来 刚刚加推的 刚刚加推的 是刚刚加推的 前两天 听说双十二都有优惠 双十二对 没错了 我们会有一波优惠活动 到时都会发给你们 都是七千多八千元左右 是的 唐先生 我现在和你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97方的一个光景房 光景 是的 这只户型就是正南朝向的 但是我们一会看到的 就是这只户型 零四的户型 这只户型就是主人房 客厄和客厅 都是正南朝向的 正南朝向 我们八座到时 前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遮挡 其实零三零四是一模一样的 是 零三零四是一模一样的 镜面的 到时的话 即使是低楼层 前面也是很漂亮的景 重点八栋 没有遮挡 是 前面没有遮挡 你打算买到三五楼也好 是 零一零二都有两个 是 零二就是刚才看的 是 OK 我去看看 现在我们可以进来看看 现在入户型间 这里也预留一个 是贵的位置 是贵的位置 是的 这个是什么户 这个是长礼户 长礼户 长礼户 其实从这边一直移民到三边那边 全长9.7公里 哦 长礼户 整个长礼户是环绕着我们项目那边过的 所以我们到时八座 其实前面就可以看了那个湿地公园 就是这边 那个湿地公园 我们可以看完整个湿地公园 八座是这一只户型 到时就正在湿地公园 包括我们的高层 到时都可以看这边的那个燕阳湖 看到吗 这个就是燕阳湖的位置 下了桥就到燕阳湖 还好 八洞的位置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 是 八洞是两边的景观 是 就是看这个 这个就是长礼户 是 前面就是燕阳湖 这个是燕阳湖 不是 燕阳湖是这边 这边的画 那个是长礼户 一直下去的 整条都是长礼户 好错 再前一点就是燕阳湖 好 那边的燕阳湖 放大一下 这边就是燕阳湖 对 现在就是十三楼 可以过一点 好 现在我们是十三楼的景观 所以我们到时 我们的八座是33层的 所以高层的话 到时燕阳湖的面 湖面会更加之阔 最高33 是 33层 现在我们的十三楼 十三楼在里面 是八度突出的 是 挺漂亮 所以八座前面到时是没有东西遮挡的 你们说的湿地公园就是这些六度 跑步 是 非常休闲的地方 对 现在里面就基本上做好了 很漂亮 现在就准备 转头可以下船吗 可以 转头可以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公园里面的一个环境 很漂亮 就是楼下的 我设计研法 沙步 平时 早上是跑步 挺正的 没错 它包括那个水系 其实水边上面还有一个六度 可以跑步 就是这边 是 隔离一个中山大学的一个人民医院 是 这间医院的话是 兆庆最大规模的三甲医院 是 非常 就是这个景 八栋的0304 是 这个总价大概几千 这个户营的话 这个单价为分到都是 八千元左右 八千元 贵的那些的话是接近九千元左右 就是你计它高层一点 就好像九千元 是 就是它 一平方就九十万左右 是 八十几万 就是八十几万就成交到了 是 是 看到全 这个叫 这个湖景 湖景和湿地公园 是 这个可以 这边还有 可以看看我们的房间的一个公布 好 我先看厨房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名槌 你可以看到 以前我们拍过 就临时的感受不到 是 临时的前华单位 这次是实景 这边有冰箱 冰箱 那它的 就是 那些都不大的 无坯的 是 无坯的 所以到时看到这些座台 这些是看不到的了 到时可以自己DIY做个洗碗机 是的 这边还有一个生活阳台 所以我们去厨房的光照 彩光是比较好的了 好 这边还可以放洗衣机 有些装迷热水器 这些 新厅客厅 哇 这种挺好用 是 入不多 过来退休 度假 这个是客厅 是的 这个是客厅 同样是做了一个光收分离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客厅 无论即使是 这个九十几方都好 其实它的空间 开间都比较大 非常好 都比较阔 这个就是一个客房 是 哇 这个景观真是正 这边都是正南 望全面的湿地公园 和湖景 其实这个景 我们看一下 可惜现在八栋正在建 如果八栋看下去 还会更加开扬 是的 它前面正对这个公园 公园看过去就是这个 巡尼湖 再远一点 再高层一点 就看到燕阳湖 三个景都看了 其实再高层 去到二十多楼那些 其实西江河都看得到 西江河都看得到 四面景观 你整个新区 这些自然景观都看了 没错 旁边的住人房 对 对 这个 我们主人房 其实同样 对 对 都是正南向的房 所以彩光会特别好 早上可以直接晒到床头 太阳 对 现在都可以看到外面 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巡尼湖 近的 全面八座 其实是低楼层 其实景观都不会很差 挺漂亮 哪个公园又不建议 是很难得的邮席 做一个很漂亮的景观 是 它六席的覆盖率比较高 是 这边 主人房也带了衣帽间 也带了洗手间 这边 这个主人房是一个套间 这个开间其实都够用 够用 这个 97平台 97平台 80几万 买到一个叫全户景的 那这间房呢 这间房是按照阳体报件 就是送了半 是送了半 它到时这个窗的位置 就要自己安装 但是所有的场面都会有 就是它一个阳台 自己交楼时就做 没错了 就是这个窗台要自己安装 这边是山来的 后面那边是属于鼎山的 顶护衫 它连着那边一直下来 其实我们现在十月上这里 其实这个房也能看到干景 其实很棒 97平台 这个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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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积属不大 而且景观朝向是特别好 所以走货也算是比较高 这种无论你自己住的 投资是对的 就是它小小的 但是又很难得看到 景观 而且它总价不高 其实我们低伤出的楼场 七十几万都有交易 七十几万都有交易 是 好划 所以你去到 应该七八楼都看到 整个新秘公园看到湖景 其实七八楼都会看到湖景 会真实一点 是 远就会看得更大 没错 越高的话就看得越远 一般的楼盘都要很大面积才能看到 看过 刚刚97平台做了两个厕所三房 是 唐先生 我现在带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十二座的楼王 十二座 一百二十三方这个商量桌 一个大四房 十二座才有这个户型 是 现在只有十二座才有 现在我们这一只户型 其实去到一百二十三方 但是它可以做到四房 四房两厅两位商量楼台 商量楼台 入户的话 我们同样会有入户型关位 但是你可以看回我们的厨房 都给我们眼前看 这个叫做大腰型 是的 这个厨房的话 它开间这里都去到两米一乘三米九 看到这个户型 这个厨房也可以看户型 是的 所以在这里主法都可以有 就是到此你买 买了这一栋 这个户型 是的 就是这个十二的 现在我们有十三楼 是 那 这里一共十八层高 最高十八层高 是 顶楼十八层 这里有一个书房 书房是靠笔侧的 看回我们后面的花园 这个可能景观 没有前面那么好 但是我们一会 主人房可以看一下 和我们的厅那边 这间房是一个房间 还是阳台 是按照阳台报件 都是锁一半的 是 都是锁一半的 还有这个窗要自己到时去装 这个大阳台 现在客厅 前面证对 这个景观也挺漂亮的 这个 这个叫亲近户景 这个 我们前面 到时就会有 十几套的低密度住宅 但是那里只有两层高 就是别墅呢 是的 那些叫低密度住宅 住宅 我们看一下 下面 其实就不会遮挡我们景观 就是两层高 是的 你基本上三四楼以上 就不怕遮挡 是的 三四楼 你买个七八楼以上 都很漂亮的了 七八楼 其实都能看到 看得完这个湖景 这边的话 就正对这个 那个 那个就叫常理湖 这些跑道 绿色 蓝色的跑道 是的 那这边沿着湖边 可以兜兜的 是的 这边都能看到 山景 山景 湖景 都能看到 对面那边就是 中山大学第三处途医院 那它现在有什么选择呢 现在这只湖景 还有部分的流程 部分流程 就是中高都有 中高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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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百二十三 这种大洋台 这个呢 比如我们买 就买这一栋 12栋 就是买这一栋 没错 就是你现在十三楼 十三楼市场单位 比如你十五六楼 这些一模一样 是越高越贵 其实是 我们这个是十八楼 是顶楼 十七楼是最贵的 越往低 流程越低 流程越低 就是你买这个户型 就等于我们拍这个 就流水流下 没错 没错 这只户型 你违回到的价钱 如果去到十几楼 好像我们现在十三楼左右 当然版方就不卖 都要违回到 九千三到九千五个价钱 即户景比较贵 没错 还有总价可能去到 大概是一百一十几度 一百二十万左右之间的幅度 这个是楼镯来的 是的 你看看这个大洋台 嗯 这个洋台是六米洋台 这个超级大洋台 这个 都非常之阔 这里可以摆茶几 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边都是很大 是的 但我们餐厅那边 都会有一个小的生活洋台 这个洋台完全可以利用 完全是看景观 这边可以留衣 没错 这个生活洋台 它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你留衣 放洗衣机 是完全足够 是的 后边这边就是 看我们花园 泳池那边 哦 泳池也是 可以看到我们泳池 是的 这个是双面景观 是的 这个有棚子 这里是泳池 这个是我们中央的泳池 后边整个小区花园 是的 可以看到一部分 是的 所以这只的话 前后口都有景观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房 这个房 好 这边有一个客厅 是的 这个客厅 其实 它做了干湿分离的洗手台 没错 那边都可以看到景 是的 这边呢 我们主行房 以及这个 这个 这个是通路的圆台 没错 这两间房 其实 包括我们这个客厅 其实一样是 景观都会 朝向也是特别好 正的你看看 在这间房间 直接看到这个叫湖景 湿地公园 是的 这个湖景叫 亲近湖景 很近 楼下就是 我们再看看这个 做一间小房 小房 同样是 这个小房 向我们的一个笔侧 就看回我们花园那边 花园那边 是的 主行房 主行房 朝向同样 向南边 所以整个湖景的景观 其实都很漂亮 它刚刚好错开 就是你们设计 是 因为它的矮 刚刚好在你们前面 没错 它高 隔壁的两处多高 隔壁那边 现在我看到我们左手边 就是十四十五座 只有十四层 十四层高 但是呢 我们这样看一下 其实也不影响 因为我们的主要景观 是看这一边 对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到时候后面 是不会有遮挡的 因为下边 只有两层的 单密度住宅 别墅 刚刚好就错开了 是的 没错 所以这间房 其实它的彩光 和视线 都是特别好的 是的 那里面 还有衣服间 和我们的洗手间 是三间这边 很大 这个厕所 这个主要房 还有洗手间 是的 其实很多客户都有说 我们这个洗手间 做得都会 尺寸 完全可以做一个浴缸 可以 是的 这里都去到 成米七米八 一个开间 即是 净空间 不计长体 甚至你装修 剩两个洗手盆 然后再装一个大的浴缸 是的 这边做烟墓间 123 123方 即是很难选 很难选 97的就是8栋一定是漂亮的 是的 那它的02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即是03 02 03 去到这个就是12栋 12栋 123 这个是大阳台 喜欢大阳台 没错 这种户型可能会舒服一些 是的 其实这两个户型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看122的单边位 这个也是单边位 这个属于东南側 即是早晒 这里下午可能太阳会多一点 属于西南位 这个叫望近景的 望远景 那个近景都有 近景都有 是 反而这个的话 它就在什么呢 12座就是我们 整个小区 在一个中心位 是的 可以看回应图 给你看看 我们12座的话 其实在整个小区当中 就是一个中心花园 是的 其实它留场都会非常安静 舒适的 而我们8座前面 是正对室地公园 是的 它就会靠出外围 主要望外景会多 而12座的话 是花园里面的景观 和外面的湖景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反正这些百中开阳 舒服 是的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喜欢这种望远景开阳 包括我自己 没有遮挡 是的 我自己喜欢的那些 没有遮挡 反正百中开阳是 有一间 是的 目前来说 还比较多审的单位 这个就是观光塔 是的 这个是观光塔 168米 168米 好像港洲小曼腰 没错 是一个地标 这个是五星级酒店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濕地景观商务酒店 其实在这里 灯现在阵住了 即是五星级的 是五星级的 这边就是长尼 这个不是沙灘公园 这个就是长尼濕地公园 濕地公园 其实濕地公园 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到我们整个楼馆中间 这一块全部都是濕地公园 好像是钓鱼 是的 其实住着招商 看回景观 这些都属于低密度 你说不怕遮挡 最舒服 即是八栋就是矮的 是的 就是那边那栋 就是矮的 就是矮的 好,这边就是我们下边的 很漂亮 我们二旗正对下边的 濕地公园 可以拉过来看看 无论这边是我们的 喜来灯五星级酒店 或者这边的168公安塔 和那边的一个 我们的新居头中心 所以我们出来都是三五分钟 都可以即达 即是下楼就是了 是的 这一栋就是我们的二旗的八座 现在就刚好建出来的 这栋的八座正对我们 真的完全无止挡到 前面是没有挡到的 就是几百米 整个公里都没有挡到的 对 看这边就是我们的光景 以及去看我们的左后方 三个塔吊方向 就是我们的燕阳湖方向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下了桥,三个塔吊就是燕阳湖 所以我们到时 那我们下车看一下 可以 陶先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下面就是八座楼下对出来的 室地公园 八座是那一座 是,没错了 就是矮那一栋 这个是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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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去 它是03 03 03 是右手边 03 04 02 是那边 02 03 04 也很漂亮 01 在这边靠近九栋 02 03 04 就是看这个就很清晰一点 这样看 一、二、三、四 03 04 03 是7个那种,三房两个厕所的 02 也是南北通 景观很漂亮那种 这边又可以看光光塔那边 那边 真是公园 现在我们这边的楼下对面的公园 以及外面的光景又可以看光 是 景观很漂亮 我们是一个河堤 其实这条跑道一直下去都有的 全程去到九点出公里 九点出公里 所以后期你在这边散步、电力身体、跑步 都很方便 这个环境真的很漂亮 这边刚才经过那个酒店 那是喜爱琛酒店 那是观光塔 观光塔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体中心 其实观光塔和酒店后面 就是隔着我们的长尼湖 就是那个沙滩公园 转头回去都可以给你看看我们一边播放的影片 看看沙滩公园的位置 我们看过 看过 不是很熟的 基本上 因为招商之前没有实景单位 但是实景的示范单位 现在有就比我们更加真实 就是中间那边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柳黄 就是这一栋 这个我们12 座的柳黄 所以它在这里 刚才在13 楼站这里看下来 下面整个景观 包括我们的场景都可以看 前面那个是轻轨来的 高铁 高铁来我们的项目有成公里 其实都没什么声音的 而且这里无论是开入还是开出 靠近这个上映东站 这里也不是很快 要不可以进站减速 要不可以出来刚刚加速 很远很远 这个距离还可以 所以你现在听不到什么声音 我们平时都很少 即使是在路口都听不到 下边沿着这个绿路 一直上去 可以去到水庫 这里很舒服 在这边收好的话 很容易居 兆庆这位置 真的漂亮 那是学校的位置 即是小学 小学来的 新区中心小学 建好了 今年搞月份已经开了学 开了学 开了学 因为上一年已经开始招生 对 往右转 对 对 飘移 飘移 都很漂亮 六度 对 跑步 现在还在弄 刚刚 可以开快点 不怕 其实后期我们在这边居住 楼下可以在这个地方散步 其实都很舒服 其实下面这个水 即是这条小溪 有没有雨 有雨 有人看到现在没有什么水 因为现在冬季 其实它的水都是流通的 其实都连回我们的长泥户 对 没错 不过它是要去到酒店那边 才能够出去 它的水是一直流通的 不过前面有人钓鱼 对 前面还有一个河花池 河花池 哦 不过现在冬天又看不到河花 河花是夏天时才有的 现在我们就是小区的边边 上面的了 其实这个水岸 其实说真的 相当于住在一个湿地公里 对 对 对 很难得 你的屋苑楼下 住在这个环境 又是湿地公园 又是市中心 对 前面那边就去到我们刚才看到广场 那位置 这个也很大 对 其实在下方 跑步 走一圈的话 起码是半个小时的 半个小时 差不多 挺好 吃完快休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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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中庭广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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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公路背套 对 这是一个公路背套 可以休息 可以在这里看书 四个间这些地方 对 其实我们可以往前面开 对 这个是河发池 现在是冬天的话就借了 到时 如果下天的话 下天的时候开了 很漂亮 人家专程在那边钓鱼 上水了 看到吗 在钓鱼 这里也可以去 可以开慢一点 直走 你绕那边 不过需要一点点技术 在这里钓鱼 你慢一点 不过一次 我们待会过了狼架 再转圈回来就行了 装备齊串 今天少一点 这两天天冷 对 平时有很多人在钓鱼 对 平时包括这里的湿地公园 包括上边的长泥湖 都被很多人钓鱼 我们之前有些同事 在这里原地钓鱼 前面有很多人钓鱼 前面有很多人钓鱼 不用去 钓鱼 长泥湖的鱼会大一点 因为那边是从水庫 九龙湖水庫一直到来 是连通西江河 那边钓三四斤鱼 都很容易钓鱼 水庫鱼 我们看了这个四环单位 看了一个很漂亮的湿地公园 兜了周边的环境 对吧 这段时间是双十二有什么特价的 有 我们现在年中都有搞一个促销优惠 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做一个特价 这几个就是我们特价单位的表 对 到此我们也铺上去给大家看 这个特价表 对 这边有几个 二四五十个单位 就是刚刚推出来的 对 即是它这个 一口价单位 例如它的01是特别便宜的 是 因为01景观可能会稍稍一点 没有的 33楼才7千元 是很划算的 对 但是8栋01景观就没有那么漂亮 因为它凹下去的 没错 景观更漂亮 我看看02、03、04 02、03、04都有 是 19楼很漂亮 32楼都有 是 32楼是皇帝楼 是 33楼 33楼是顶楼 32楼就是顶楼下一层 对 它才是8千1元 这是特价 它这个04是比较漂亮 是7千9 19楼 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今次做所谓的特价 如果看过其他的楼盘 可能做特价是 4楼、8楼、18楼 或者是顶楼 那些 或者是很低的23楼 但是我们今次这批特价 基本上都是漂亮楼层 如果3楼真的很便宜 都有3楼 67 对 即是65 可以买到 是的 高层一点就是70多万 是的 即80万不用 所以这个价钱也是非常适合的 年中 这个特价有97 120平方 122 也有 如果想买 手组 白手组 现在的流程是如何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医院选案 针对一个香港同胞的客户 我们是这样的 即是我们这边 就是购买的话 同样下订的话 其实就可以通过一个转账 然后签约方面 我们需要给首期三成 然后就可以直接网签 网签 网签 即是记得香港 或记得我们是香港公司 是的 那我们就协助客户签 是的 不过到时就需要视频 是的 这个没问题是我们的经验 是的 就需要一个视频签约 然后的话 我们是签完 其实给三成就可以签约 那时候是7天内 剩下的部分 其实我们如果是一次性客户 就可以做到一个月内给清 一个月之内 是的 一个月之内 我记得刚刚开始 2、3个月前 有几天时间给清 然后又不给建网签 但是最近就松了 松了 先订金多少 订金是2万 2万订金 是的 7天内 7天内就给三成首期 三成首期就可以签网签 给了首期就可以签网签 没错 剩下的美款就一个月之内给了 是的 一次性 买楼也很方便 都不用过来全程搞定 是的 如果按揭呢 如果按揭的客户 其实我们都是 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按揭的话 包括现在的一个 我们签约 需要本人过来 银行那里 所以现在 因为通关的时间 暂时订不到 所以这方面 手续可能就会有点 麻烦一点 对 包括 香港人买这裏 还按揭呢 要本人过来 没有办法 会麻烦一点 因为现在还没开关 是的 所以包括我们前一阵 比较多买的客户 都会考虑一次性 因为手续会比较简单 其实都是不需要过来转账的 所以我都可以建议 即是说 有兴趣的客户 都可以优先考虑一次性 一次性 即是一次性 是不是有些优惠呢 是一次性的话 我们的客户到时都可以 争取多些优惠给到你 所以一次性会便宜一点 是的 没有放心 就是交订金 一个星期交首期 接着寄网签 市民签约 30日内 对 对 对 即是八栋有刚刚加推的 没错 特价来说 都挺吸引的 八栋是值得推薦的 全都可以看到 宿泥公园 对 户景 光景 所以我们现在八座 刚刚推出来 这个都是今天才推出的 刚刚收到风 我即时过来 所以现在我们的特价单位 你们都可以考虑一下 这几个特价其实真的不错 包括楼上 都是漂亮的楼上 好 今天非常感兴趣的楼上 给我们介绍 带来看看周边的环境 对吧 喜欢这个招商 或者想了解这个招商 兆庆 新区招商 水岸的黑户 记得连续我唐山 或者连续我中天利产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 好 拜拜